今天从工信部发现一款华为的全面屏心机 除了48p9的全面屏以外 正面采用指纹识别后部件 同时还采用了前后双色的设计 而在I面名上或以华为NOVA2S命名 预计以下远发布 在其他参数上搭载70670处理器 4GB加640GB的存储组合 后置摄像头为1600万加2000万像素组合 3320的电池支持18瓦快充 保留3.5毫米耳机 最佳方面暂时还未有消息 不过预计还将从2499起 三星新旗舰机盖了349 离我们越来越近 外媒BGR2独家拿到了保护壳厂商 为S9资助的保护壳 从图片来看 三星S9和iPhone X一样 采用了垂直排列的镜头 下面则是闪光灯 对焦模块和指纹试边模块 不过爆料大臣Onleek却表示 这图相当不靠谱 建议大家等等它的爆料 另一位爆料大臣Everix强调 S9主要在功能性能等提升 而不会有什么突破型的技术 而在价格上按照韩国商报的总结 三星S9因为采用了更昂贵的相机传感器 炸肉会涨起来 今天腾讯正式与PUBG公司达成战略合作 获得绝地求生大逃杀 在中国的独家带领运营权 腾讯强调 在保护玩家的游戏体验的同时 也坚持为用户传递具有教育意义的游戏内容 尤其是为未成年人用户 传递健康正向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倒下 那么你今晚吃鸡吗 现在有网友曝光了一张 OPPO申请意义型品的新专利 从外观设计来看 与iPhone X的刘海看起来颇为相似 值得注意的是 该专利申请时间为2017年1月9日 授权公告日2017年9月29日 当然专利只能代表厂商的一种设计思路 是否用到量产计算还不能确定 如果R23用上这样的屏幕 妹子会喜欢吗 哦对了 妹子好像只在乎自拍啊 今天跑分网站GIGBANCH上 出现了一款型号为BBF100-1的黑眉新机 从泄露的部分配置来看 该机要比K1优秀不少 搭载骁龙6600处理器 运存达到6GB 预装安卓8.0操作系统 其单额跑分为1532 中额跑分为4185 如果BBF100-1确实为黑眉K1的接班人 那么中国市场上市应该不难 那么问题来了 该机叫K2吗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赏码关注微记和微信公众号 或者更多有趣的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